最近几个月,印巴冲突不断 11月13日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 这是数月来,双方规模最大 交火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 到底是谁选挑起了一场炮战 双方都指责对方率先违反了停火协议发动攻击 今年以来,中印关系持续紧张 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和邦公湖侵入中国领土 企图实现长期霸占中国领土的目的 印度的行为遭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坚决缓击 双方虽然进行过多次军战级谈判 但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印方仍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激化矛盾挑起冲突 双方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甚至爆发局部战争,正在是这一背景下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和军方发言人 11月13日公布了印度在阿富汗境内 支柱恐怖分子准备对巴境内实施袭击的证据 其中特别听到了印度袭击的主要目标 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中方项目 巴基斯坦公布的资料包括 由印支柱的87座恐怖分子训练营的所在地点 其中多达66座训练营坐落在阿富汗境内 其余21座则分布在印度国内的多个地点 巴基斯坦表示,我们有信息和证据表明 印度正在推动国家恐怖主义 印度已经制定了一项破坏巴稳定的计划 印度已经建立了一个700人的民兵组织 来破坏中巴经济走廊 握给这支民兵的资金有6000万美元 这支民兵组织的决策委员会中 有10名印度情报机构人员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了 这个协定原本是包括印度在内的16国协定 由于印度担心中国商品对印度市场的冲击 而于2019年12月退出了谈判 印度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仇视和抵触心理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 印度对中国的敌视心理 至印度加入了上河组织后 这一组织就变得不再那么团结有力 印度像一颗老鼠屎一样 破坏了上河组织的和谐氛围 种种迹象表明 印度不仅要在边境上 制造与中国之间的严重冲突 而且在印太战略方面 也异常地积极和火焰 还将马拉巴尔军演扩展为 美绿印澳事国 这次不参加区域经济协定 既有经济因素 更有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政治因素 从巴基斯坦披露的资料可以看出 印度十分仇视中巴经济走栏计划 一方面这是一个经济走栏 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路线 而印度是中亚和南亚地区 唯一一个没有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 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巴经济走栏 经过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而印度认为整个克什米尔都属于印度 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修建包括铁路公路在内的 中巴经济走栏是对印度领土的侵犯 第三方面 则是如果中巴经济走栏建成 必将带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降低印度在阿拉伯海 孟加拉湾 马六甲海峡 印度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因此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使印度十分仇视 中巴经济走栏 必于破坏而后快 当前 阿富汗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地区 美国已经无法控制这一地区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冲突不断 谁将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 尚无法预料 美国一直在利用这一地区的混乱 培养针对中国和伊朗的恐怖分子 而印度也在利用这个地区的混乱 培训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 一旦美印培训的恐怖分子形成气候 必将对中巴经济走栏进行大势破坏 使中巴经济走栏无法正常的运营 面对美印针对中巴经济走栏的敌视破坏行为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 是由中国 组建一支守护中巴走栏的特种部队 长期驻扎在中巴经济走栏沿线的主要地区 与巴基斯坦军队一起守护中巴走栏的安全 同时 与巴军队一起组建一支特种的作战小分队 进入阿富汗境内 事迹破坏和摧毁 印度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训练营 如果无法派驻特种部队 这可以组建军事化管理的安全保卫公司 安保公司虽然以公司的名义 但实际上是军事化管理 是为保护国家发展利益服务的 将来 中国在非洲如果不能够直接派驻部队 也可以以安保公司的名义派驻军事特战人员 保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利益 现在我们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中印关系已经和中美关系一样正在发生质变 不再是以合作为主 而是以斗争为主 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一个中印关系新定位 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家力量的逐渐强大 中印两国必将成为美国之后的 最主要竞争力量和敌对国家 我们在制定全球战略时必须考虑 印度因素 按现在印度的发展速度和人口基数 按印度的国防力量发展态势 印度很快就会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 由于印度长期以来 一直对中国存有复仇心理 因此中印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迟早会爆发 我们在将国家防御重点放在东部沿海的同时 也应该根据形势和中印关系的变化 调整国家战略 在西部围绕 应对中印战争 做好充分准备 我之所以主张向中巴紧急走廊 派驻或军事化管理的安保公司 都是基于中印之间长期斗争的需要 利用巴印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国家矛盾 让中巴军事沦为一体 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中巴经济走廊 更是为了未来 中印一旦爆发重大冲突和战争 做好战略部署和军事准备 印度蠢蠢欲动 中国准备好了吗 印度的对手是巴基斯坦和中国 无论是民斗还是暗斗 印度有几分胜爽 再说 这些恐怖分子早晚会反噬印度社会 阿山现在是欢不哲怒 急不哲时 国内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 没完没了 印度政府却还要去花大钱扶持恐怖分子 这是正常人干的事情 这不是又坏又蠢吗 中国对印度一直是善意的 一带一路建设也没有排斥印度 而印度却致命不防 以南亚霸主置居 这种鱼目脑袋怎么沟通 破坏中巴经济走浪 印度就不想想自己的东北走浪 红色武装要是起来革命 可不是闹着玩的 印度早就扬言要同时打赢 2.5场战争 一场对中国 一场巴铁 半场对中国对国内的红色武装 就凭阿山想打赢哪个 靠什么打 随着中国的发展 我们的国际合作会越来越多 合作不会只是开个香槟捡个彩 还有反华势力的刀官建议 但印度脏兮兮的下山烂手段 是永远无法阻止中国人前进的脚步 中国人如果遇险 巴基斯坦一定会严正以待 巴基斯坦如果有难 中国也不会做事不管 多行不义必治弊 这句话送给印度 这么多散发展 不需要 你每次都准备到 去 不需要 听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